哈囉大家好 我是NAC 今天呢 我們要來吃吃看 日本的豆花 究竟有沒有跟台灣的一樣好吃 因為我自己不能吃奶制品之後 其實我唯一的寄託就是豆花 芋圓 地瓜球 就是這一些 然後其實豆花我大概一禮拜就會吃一次 我自己很喜歡的豆花是那種 就是有點軟的 然後加花生 珍珠 有時候如果有芋圓就很棒 然後今天呢 我來到池袋 我背後呢 是仙玉仙 我就要來試試看 到底有沒有辦法解我的香愁 因為我現在來到這邊兩個禮拜了 我都沒有吃任何中華料理 台灣食物 然後今天下午我就覺得天氣蠻熱的 然後就很想要吃吃看 他們這邊的豆花 到底有沒有很像台灣味 它有一個是仙玉仙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一個豆乳的店 然後我今天吃到仙玉仙的 它底下呢 可以選魚鹽 我點了繁體中文之後很有趣 就是它圖片上還是寫日文 我其實現在非常尷尬 因為 因為好像沒有我要的制服 嗯 我決定還是選豆花好了 就是我會比較知道 不然我很怕 裡面有一些東西我不喜歡 哎 有了 選豆花之後 然後就有我想要吃的配料 我想要選這個 它可以追蝦這一切 然後我要追加玉米 目前這樣子我點一碗是847日幣 我最有記憶我有真的在東京吃台灣冰品 是在上野的時候吃 好像是吃仙草 但我有點忘記有沒有這麼貴 然後那個仙草是真的很好吃 我記得好像是台灣開過去的 就是一個台南的仙草店 然後在上野開 它是真的很好吃 就是從芋圓很Q 芋泥很棒 然後仙草也非常非常的嫩Q 所以就會蠻好奇 開在這邊的仙玉仙 會不會很好吃 很期待 好 我現在拿到了 非常的小喔 這樣 就是夜市大概50塊55塊的尺寸 然後芋圓的話 總共有9顆 所以9顆是220元台幣 不是台幣講錯 220元日幣 220元台幣還得了 所以9顆除以5 一顆 太困難了 15除以9 一顆6塊 哇 我連九九神發表都忘記了 是嗎 我現在先加 兩顆進來 然後 我自己平常吃豆花的習慣都是 珍珠跟花生 然後它的這個標配是紅豆配花生 我不知道大家吃豆花是什麼組合 我自己是 一定要很多QQ的東西啦 開動 我先吃豆花好了 它是偏 綿密 滑順 然後嫩口的 那種豆花 而且它的糖水有過關 我超害怕 豆花好吃 但糖水很爛 然後我自己都是配什麼黑糖水啊 或是一般糖水 我不太愛 大家會配什麼豆漿嗎 薑汁尾白 它紅豆煮得很硬耶 就是有熟 但是口感還是蠻硬的 再來吃關鍵的芋圓 但我覺得它芋圓的Q沒有回彈 我吃過那種很好吃的芋圓是 你Q咬下去然後會回彈 它比較像是就是Q 你會咬下去 然後比較扎實 紅豆真的好硬 它讓我嘴裡的口感非常混亂 就大家在吵架 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 我之前分享過開架的好用面膜當中 雪芙蘭也是榜上有名 然後自從我推薦之後 我大概那一度 好像長達三個月 我每一天只要打開私訊 都至少會有一個人跟我講說 我今天去把它買的雪芙蘭面膜 真的很好用 這一次它推出新的系列 是這個一人米鏡系列 這個系列有兩款面膜 一個是水潤修護面膜 然後另外一款是淨白透亮面膜 它的面膜質真的很讚 厚薄度我覺得超級剛好 然後它的面膜質是有一點點彈性的 然後敷在臉上的服貼度非常非常好 那如果你覺得 這個面膜質好像一上你的臉 好像旁邊沒有辦法好好的敷到 你也可以稍微再拉一點點 它是有一點彈性的 所以它就是整體 臉的貼合度包覆度都很棒 然後我先分享這一個 真的還好帶來日本 就是這個米鏡水潤修護面膜 它的這個精華液非常的水潤很保濕 那它的精華液是屬於有一點點黏稠的 可是你上臉會覺得很清爽 然後很好吸收 我那時候剛到的時候 因為真的太乾 所以我一個禮拜大概會敷三次 三次之後呢 它就可以改善那個皺巴巴的乾燥紋理 我喜歡的面膜是那種 你敷了15分鐘 10分鐘 你拿下來的時候面膜質 它本身還很水潤 那你就可以敷在可能脖子啊 或者是你如果關節處 然後手肘那邊很乾燥的話 你也可以再繼續加強保濕 重點就是它保濕的續航力很好 就是今天膚隔天就算我有開暖氣 這麼乾燥的情況下 隔天的臉還是依然水潤 那還有另外一款呢 是這個一人淨白透亮面膜 但是我先說 大家一定要先把基礎建設做好 基礎建設是什麼 你要先讓你的臉保濕 然後有一定的保水度 你再來去加強亮白 所以其實保濕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的保水度已經都夠的話 來淨結版淨白透亮面膜 它不是會讓你瞬間美白 它不是那種 可是它會讓你亮白 你知道嗎 你皮膚又亮 但那個透度呢 又有 它是會讓你的臉像是蘿蔔切很薄 然後你往上照著燈光看 會有那種白透感 所以你的皮膚會變得比較有透明度 然後比較不會暗沉 淨白透亮面膜 我自己敷的最有感就是我非常大面積的額頭 然後還有顴骨這邊 就是它真的會讓你有一種水光光澤感 這個是我完全沒有上打亮 它就長這樣子 我前幾年來日本住的那三個月當中 我有開箱過排行榜面膜 大家有記得嗎 排行榜面膜 可是還是讓我蠻失望的 後來我發現不是說它們很爛 而是台灣的面膜有點太厲害了 就是養壞大家的胃口 你想台灣的面膜 面膜紙本身非常強 再來就是精華液很多重選擇又有感 再來的話就是價格非常的平價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想要用完看新的面膜 這是我的心懷 你們可以去開箱通路試試看 好我現在要把全部的芋圓都加下去了 沒有很好看的畫面 我覺得芋圓很讚 我下次會想要試試看它的芋泥 因為芋泥應該算是一個蠻難駕馭的食物 它有些芋圓又很軟Q 有些又很扎實Q 煮的時間不一樣嗎 因為口感比較有差異 看到紅豆就會很想把它挑掉 挑掉挑掉 紅豆真的 紅豆不行 這一口 大家有看到嗎 好像沒有看到 一坨成功沒有紅豆 其實也有蠻多日本人來吃耶 不是只是可能華人而已 就我後面這些全部日本人 我吃東西都很慢 它放了三四首歌 五月天 SHE 楊成林 三首歌 我都還沒吃完 就那麼小一碗 其實我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做吃播 就那種不聊天一直吃東西 但可能影片要三小時 因為我吃飯太晚 然後胃口又太小 那我連吃個豆花 就不知道今天這影片會多長 一圓最後一顆 一圓最後一顆 其實蠻好奇如果 就是來這邊很常有消費的日本人 他們如果在這邊買豆花 然後去台灣玩的話 會不會看到價格是下一大跳 或是下三大跳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拉麵 跟日本的拉麵 價格沒有落差很大 但是豆花真的超大 你想 它突然可以拿55塊 然後去買一碗豆花 想說 欸這不是只是只能吃魚圓嗎 只能乾吃魚圓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就是一碗很彎著 我就頂過60塊吧 這個吃得很好 吃完之後呢 來快速結尾一下 我會不會再來 我會 然後如果我真的很想很想要再吃豆花的話 我確實會考慮這一家 但是我應該會問他說 紅豆可不可以不要再加了 就是看有沒有其他替換的方案 或者是他就不要加紅豆 然後整體我覺得真的還不錯 而且用餐環境是乾淨的 然後還可以聽到台灣流行歌 所以我在家可能用Spotify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氛圍不一樣 然後我也有在持續看到一些其他人推薦 可能池袋附近 因為真的華人很多 也有一些好吃的豆花店 或是仙草店 我接下來會想要繼續探索 然後以上就是本集跟大家挖掘一下 到底日本的鮮不鮮 有沒有跟台灣的一樣好吃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然後就看到 欸有一些學校的信 然後打開來 明天開學 我本來以為是後天 還好是下午 如果是明天什麼9點10點 我現在立馬會吐 好 好 好